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是 受原生家庭影响太深该怎么办 我为什么想分享这个话题呢 因为能够在这种健康的有爱的环境当中 长大的孩子真的很让人羡慕 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有的时候咱们一般 就是一边去批判说父母哪个地方说做的不对 一边呢又在重复他们的行为 而且如果我们被原生家庭影响太深的话呢 我们会遇到相似的人 然后被困在自己的设置的这种陷阱里面 而且咱们遇到的这些东西呢 又会传递给下一代 这是很恐怖的 或者说很严重的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啊 也许大家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比如说我婆婆 她做过很多工作 确实呢也尽职尽责 但是呢总是干几个月就辞职 比如说说是领导压榨呀 工作压力大之类的 然后我老公她也继承她的行为 她换工作就换得比较勤 她读研的时候 她导师那届带了三个学生 有一个是我们班呢 三年过得就挺舒服的 但是她呢 就是要替她导师一些报告啊 做PPT啊 做实验呀 或者是甚至买饭 然后有时候这个喝多了 还要她过去给她打车送她回家 就是亲自送她回家这种 简直就像天生保姆 再比如啊 像我闺蜜的妈妈 房子没有拆迁之前呢 家里盖了几层宿舍 就是租给附近来上学的学生 然后学生搬走之后呢 就会把这些不要的 像什么扫把呀 垃圾腾啊 或者是鞋子啊 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就不要了嘛 然后她妈就觉得 这些东西还挺好的 就不舍得丢掉 然后就留着看能不能送人 如果送不掉的话呢 她就放在家里放着 反正家里也有地方放嘛 就是到处你能看到的 都是可能会有用的东西 她不仅不舍得丢 可能还会有新的东西放进来 然后我闺蜜也是一样的 明明知道就家里东西多的 怎么都 都造成交通堵塞了 还是忍不住去买买买 就完全是复制了 她妈妈的这种行为 而且现在我不闭她儿子 也有一点点受到她妈妈的影响 就房间的客厅里啊 到处都是搭的玩具 还有书籍 还有很多就是 还没有拆的这种快递 也是属于小孩子的 所以可以说 她是我见过孩子玩具 最多的这种家庭 我家呢是 这个单亲家庭 然后家留守儿童 然后我大爷呢是 就是我父亲嘛 他不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嘛 然后我二哥没毕业的时候 就跟我大爷去出去打工了 所以受他影响可能也比较大 现在我二哥的小孩 也成单亲家庭的小孩了 二哥呢因为平时在外面打工 小孩呢就跟我大爷生活 就是你看他的行为习惯啊 真的是越来越像我大爷 有时候坐在那里 就是翘个二郎腿 腿还要一颠一颠呢 就是我给大家学一下啊 还学不上来 就是翘个二郎腿 要这样摆一摆 真的特别像了 有时候你看他就会想到我大爷 真的就像一 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然后像我同事啊 他妈妈控制欲也很强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操心 然后这个妹子呢 也是一样的 她谈过几次恋爱 就是跟人家熟悉之后呢 就想怎么样呢 管对方的事情 就每次呢 可能就谈个一年半年了 可能就分手了 反正呢最终可能就受了一身伤 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很多 不知道大家是 什么时候发现 就是说自己好像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 然后又觉得想去改变 那你是怎么走出这个原生家庭的呢 也欢迎给我留言啊 我这个地方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换个角度 好老公在忙嘛 好如何走出原生家庭的困扰呢 曾经的我就特别想要逃离这种原生家庭的困扰 但是你当你越想逃离的时候呢 你越摆脱不了 你就是 就是越是不想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 然后呢 越是在不经意之间呢 就会复制他们的这种行为模式 所以 我后来就发现 就是人啊 他是复杂的 而且是自私的 就成年人 他的爱也是有条件的 你不要对父母有期待太高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做人 也没有多少经验 也许在他们看来 他们已经为我们 已经为我们牺牲了很多呢 降低做合格父母的标准 最好对他们不要有什么期待 你不需要与家庭 你不需要与人家庭和解 你只需要跟自己的和解 放下过去 才能轻装上队 当你选择能跟自己和解的时候 你就不再需要别人为你的各种 这种不负责任 去负责了 对吧 那你才开始进行人格的独立啊 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模式啊 对吧 比如说 关于什么是爱 什么是喜悦 什么是真正你想要的 你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当然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风建筑 如果你经济上独立了 你想要实现精神的独立 或者人格的独立呢 也更容易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不住在一起啊 你可以减少对方行为上 思想上或者是情绪上的影响 再比如说呢 你可以有条件的去学习一些心理学的课程啊 去了解一些行为意识机制呀 或者是比如说有机会 可以和人格独立啊 内心强大的人这种相处啊 从里面去学习一些东西 除了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你还可以生活当中 还有一些方法去帮助你 比如说学会觉察 觉察跟内心不是一回事啊 内心它有一点点像 总结经验教育的感觉啊 虽然也能让咱们进步 但是这个过程呢 就有点辛苦 因为心理上可能会感觉有点委屈 对你的身心能量啊 这种帮助不大 因为你内心是虚然能量的 那觉察的话呢 就是它是那种 怎么说呢 是那种不带评价的 那种有意识的去观察 比如你可以观察别人 你也可以观察你自己 你可以观察你的行为 你也可以观察你的情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双方干涉实验 就是有个摄像机放在这里 跟没有摄像机放在这里 这两种情况下 它的实验结果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说 能看到自己被观察一样 就是那些例子啊 那个 我们看不到的那些例子 那就真的很神奇 如果你没有觉察的这个行为的话呢 其实你生活也许会改变 但是呢 这个改变总体的模式变化不大 但是如果你学会了觉察 就好像双方干涉实验 那个那台摄像机一样 它的结果呢 就是它的行为模式 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而且觉察做起来也很简单 比如说你失眠的时候 你可以去觉察自己的呼吸 去观察自己的一呼一吸 对吧 脚神也没关系 其实拉回来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睡着 因为你呼吸平稳了 你心就静了 静了 然后你到那个点了 你也该睡了 比如说你心静不下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觉察自己的情绪 问问自己 哎我是怎么了 很多人焦虑 就是因为对未来担心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问自己 哎如果搞砸了 我会怎么样啊 你可以通过跟自己对话 就是把潜意识给他带出来 看看自己到底在担心些什么 比如说吃饭 运动的时候 可以觉察自己的身体 老人经常说一句话叫 还叫什么 食不言其木语 这就非常的道理 对吧 就是你该干什么的时候 你当时就在干那件事情 就在觉察那件事情 如果比如说啊 如果你觉察到 你想要教自己父母做事 你就可以及时的把自己拉回来 你有你的人生 你父母也有你父母的人生 你不要去干涉他 就好像你不希望别人来干涉 你是一二名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要学会做自己的父母 很多人啊 在缺爱的环境当中长大 既没有得到多少爱 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 很多人呢 就因此说害怕婚姻啊 害怕自己做不好父母啊 这个时候你不欢去 斥斥做自己的父母 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来养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你的孩子 你遇到情绪低落了 或者生活当中有困难呀 你会怎么做呢 遇到冲突 又需要如何去解决 对吧 我就用过这个方法 我就开始允许自己 有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允许自己失败 允许自己说错话 做错事 允许自己能去尝试一些 可能出格 或者可能不一定正确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发现 就这个世界真的很有意思 它不是什么绝对对立的 它有鲜花 它也会有绿叶 有高兴 也会有悲伤 当你允许事情自然发生 接受既定事实的时候 你不仅走出了原生家庭 你也走出了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亲爱的 世界很大 有你真好 好好地去感受这个世界 真的太美了 太美的世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时间 今天可能有点吵 大家体恋一下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 或者惊艳的话呢 也欢迎给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收下去了 我来看什么嘴泡 和他人 imana年红安 下期再见